剛剛有一個插入函數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會出現有一個叫使用者制定 不過你會發現我現在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程式刪掉了 刪掉了就沒有 那什麼時候會有呢 就是你把程序寫上去的時候 那它在哪裡呢 在這邊有兩段 一個手機 一個手機範圍 那它的頭一定是Function 它的尾一定是什麼 EndFunction 它的頭是Sub 它的尾是EndSub 所以請記住 請你把Function這邊 這一段是手機的 這一段是手機範圍的 總共有大概六行 七行 Ctrl-C 然後呢 直接就貼到那個模組的下方 下方就可以了 反正就往下貼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制定函數就完成了 那我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 在這邊 會不會有一個使用者制定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要出現使用者制定的這個群組 一定要在VBA裡面 插入至少一個這個Function 裡面就有手機跟手機範圍了 因為剛剛有Demo過 我就不要再Demo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是用對話式的方式 所以第一個 你需要插入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程序 所以要怎麼插入這個程序呢 我們一樣按部就班來看好了 基本上 我們就再把這個給刪掉一下 然後 我這個東西 好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這個東西先 那怎麼做 刪掉 從頭來好了 插入一個什麼程序 名稱的話呢 叫什麼 叫手機 當然不見得叫這個名稱 你可以改 特別注意喔 型態 千萬注意 如果你是那種互動式的 一定要是Function 千萬不要選到Sub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選錯了 插入函數 沒有東西 選錯了 特別注意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名稱就出來了 後面有個刮弧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刮弧指的是什麼呢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 那我有三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資料是 你可以從這邊嗎 一二三 那你可以把這三個 Ctrl C 對不對 然後再切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從這邊切好了 把它貼到這個刮弧裡面 並且每一個資料中間呢 加上什麼呢 豆點 中間不要空白 這邊電信葉子 然後叫曲馬 豆點 然後這邊就是默碼 豆點 記得用半型的喔 你要沒事就給他弄個全形 他又看不懂了 記得是半型的豆點 這個時候呢 他會跟使用者要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資料 那他是一個互動式 所以最後呢 要丟還給誰呢 丟還給這個手機這個函數 所以記得喔 你可以把這邊 先把手機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到下面 手機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東西 那後面的東西喔 我們稍微偷懶一下 拿這個來改 按確定一下 拿這個改 這個怎麼改 Ctrl C Ctrl V 不過特別注意喔 上面的這個電信業者 是由Sales去抓的 可是呢 下面這個是由誰呢 使用者給你的 所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電信業者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什麼呢 有沒有 F欄 F欄本來就是什麼 電信業者 可是Sub是自己去儲存個 抓資料回來的 但是 Function是使用者有給你 所以請你把這個使用者給你的 因為他會選嘛 選的話 就會把那個選的資料 放在電信業者裡面 所以這個觀念要有的話 應該就簡單的 Ctrl C 把這個Sales G有沒有 改成區碼 然後木碼的話呢 再把它Ctrl C 貼到那個 這個 H欄 記得不要貼錯 應該知道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OK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就是Function 後面 後面 跟他要三個東西 最後把最後的結果 再 丟給手機喔 手機再 返還給自己 因為 郵標是放在某個位置 它就返還到那個位置去了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比較抽象啦 不過你應該可以理解吧 來試一下 郵標放這裡 插入 有沒有 使用者制定 手機就出現了 按確定 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三個 名稱